大家好 现在7月份8月份是月季长笋牙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说大家的月季还没长笋牙的 或者已经冒出笋牙了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做一些有助于它长笋牙块 长笋牙壮的一些动作 那么是什么呢 这些动作就是给它松土 因为月季长笋牙 如果土壤太过于板结的话 那么它长的笋牙它当然不会强壮 而且甚至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给它松一松土 然后把这些松好的土羊给它埋一埋月季的根部 把这些土围一围这个根部 让它根部更加容易吸收一些养分 而且根部这个地方湿度相对高一点 那么就有利于它长笋牙出来 我们给月季围图的同时 可以在周边这里加一点养分 顺便给它补点肥 这样的话这个新牙长出来了 就可以吸收更加多的养分 而且这些养分呢 有利于这个土壤松化 不容易产生板结 那么这样的话 它这个笋牙会长得更加的快 更加的强壮 那么这些动作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月季长笋牙更加快 更加的壮的一些技巧 也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一期再见